金日恩,明日果 今生今世 你之所以對波比雲牽夢盈 佳欣你前三世 已經注定有三世的縮世恩怨 縮世恩怨? 媽媽,你們墨魚丸只有這些貨式嗎? 剛剛那三位你都不適合心水 看來今晚你要跟我們曹魂界的淫巾 有些惡鬥了 看來你們墨魚丸的貨式 不過如此,簡直浪得虛名 不,我們還是回到資深園算了 且慢,今天乃是十五的良辰吉日 乃是我們首席花灰登場之時 是嗎? 此話當真? 當真,我們的首席花灰 從來都是賣藝不賣身的 他生性高傲 只有那些才子佳人才能替他一罪 我…我就是淫屍最擅長的淫巾 我們的資深兄弟出名,文才出眾 那樣就祝兩位好運了 花灰出現了,各位 一步一身好消暈 阿妹六樓,要留神了 有如仙女,下凡塵 我見游戀,失晒暈了 好 難道我資深兄接不到? 好 小心 誰說我接不到? 我現在就接得美人貴了 爽了 來… 看來我們的花灰已經心有所熟了 放在房間裡 雙公伏話也賣不出 他還在裡面生病了 快就沒有位塞了 娘子,你回來了? 你累了,先去休息一下吧 今天的畫賣得怎麼樣? 很好賣,足之生的畫作 那些畫廊每個都搶著賣 很快就賣光了 那就好了 怎麼賣得幾個銅錢這麼少? 這些只是訂金而已 原來如此 相公,你已經寫了很久了 你先去休息一下吧 我去煲藥給你一下 好 我媽媽,你又來追救債嗎? 可不可以多寬閑我們幾天? 那些銀子很濕碎 打算給下人也不止了 我擔心你 自從你被某人贖身之後 就由大街搬來小巷 就由小巷搬來那些貧民骨 不如這樣吧 你和我回去吧,重組顧忌吧 你不要這麼大聲 阿芝先生在裡面會聽到的 那也好,起碼他不是一個… 二龍的廢產 我媽媽,你不要這麼大聲 是你,思信那樣爛鬼書生 又不上京父口 自己又沒本事就和老爹翻臉 人也沒有,錢也沒有,什麼都沒有 總之就累了 你不要這麼說 阿芳,我相公就是不想和千金小姐成親 想和我長相私手,才會弄成這樣 我真的不死也沒用 不過既然買了包藥,不要浪費,先吃完 你記不記得以前做曹魏那個人筋 阿芳,他很掛念你,很想立你為妾 你便脆脆地答應他 那我就在榮華富貴 不在這裡幫人做什麼清潔、洗碼、筒 你看,手都粗了,我心痛的 我現在不是很好 我這份工作不單幫上公買藥 我還買了一份鼠尼 我明天和大會人家滅鼠 這份也是很正當的工作 鼠尼? 好,不用浪費柴貨 好,你這份藥粉就這麼乾癢 吃了兩次汁給我的藥 一定很快可以弱到病菜 我這份藥粉就很乾癢 我這份藥粉就很乾癢 這麼快的? 很痛 相公,你怎麼樣? 娘子,我吃了你撿給我的藥 我的肚子很痛 這包不是藥,是鼠尼 鼠尼? 你怎麼跟你們放在一起? 我…我真的被你害死了 阿翔,相公,我害了你 相公… 阿翔,相公 欲不得不成器,人不何不知意 為人之,康小善,親事有… 我們真的要在這裡讀書嗎?小姐 小聲點,叫我少爺 我們現在是女白難莊的 但我們真是女兒身,小… 少爺,這裡有這麼多公子 萬一被人發現,就麻煩了 我們現在這樣的裝扮 不會有人發現的 是嗎?要在這裡讀一年書 我很擔心 別說了那麼多 課堂已經開始,我們進去吧 好… 正經一點 這位新同學 學生,竹英台,拜協老師 你就是英台少爺 老夫收到你們竹家的拜協 你就坐在前排那個位置 是,老師 少爺,在下竹英台 在下梁山伯,坐吧 好,好,好,好 好,好,好 何解我對著眼前的男子 會如此心如綠狀的?天啊 關關追求,在何自咒 苗條淑女,君子… 好,夠 好,英台兄,你沒事吧? 我沒事 還被他摸到小手 可不可以英台兄的手滑滑滑 也不像男人手 山伯兄,你我皆是男兒身 又何須這麼敬礙呢? 英台兄所言甚是 雖然我們相識的日子上前 但是我們現在也是輸友 沒有,又是童房,不應該這麼拘謹 死者 小心 有閃氣,外面可能有刺客 不是呀,山伯兄 剛才那顆石頭是我扔你 我想跟你開玩笑而已 你扔我?替我玩笑嗎? 輪到我 真是挺好玩的 山伯兄,外面的月色這麼好 我想出去上個月再回來 自便… 你在這兒幹什麼? 小姐 鹿皮很擔心你,坐吧 都是叫我少爺 少爺,你今晚第一晚跟男子同房 鹿皮怕你被輕薄 不用怕 但是有男子在,少爺你如何沐浴? 我已經預備了一桶熱水在房間 等山伯兄就寢 我就可以沐浴更衣了 你回去吧 少爺,查到了,緊不緊? 你這個事狗真是 半夜三更吵鬧了,你擾人清夢 我不是跟你說了 晚上不用過來嘶吐我 我也是擔心少爺 你讀書讀得太努力 不用怕,現在有英台兄跟我同房 我們會互相照顧的,你放心吧 是呀… 聽到沒有?那你回去睡吧 少爺,你保重了 要什麼保重?你傻傻的 是呀,英台兄 剛才我們一班書友去操堂沐浴 為什麼不見你? 我剛才有一點不太舒服 我想在房間裡沐浴 你可以先去就寢吧 真的準備好了 好,我先睡吧 那你慢慢來 好 英台兄 你又說睡了,你怎麼會進來呢? 我是睡了的 不過突然一閘醒,我就想起 房間裡有老鼠 我不是來跟你說嗎? 飛…飛奶默事 為什麼是英台兄? 你…你會是女兒身的? 飛,好高 飛… 飛九天 飛鞋子腰,我去收拾 不要收拾… 我回來畫一隻大的、漂亮的給你 三伯,你以為我們這裡鴛鴦 會不會像一隻字腰那樣? 傻瓜,別這麼迷信 你想多了,英台 但是不好了 瑪嘉派人來提親 爹和娘怎麼樣? 老爺夫人敬意英雲 並派人來,請小姐你盡快回府 飛鞋子,真是天有不測之風雲 英雄,你不用放 無論什麼環境也好 我也不會放棄你的 三伯,我也是 但是瑪嘉已經派人來提親 梁公子,你還可以怎麼做? 瑪嘉可以提親,我也可以的 你放心吧? 瑪嘉派 你這個窮鬼輸身 怎麼判得上我家小姐? 怎麼搞的? 我很快就走了 但是求幾位在我走以前 讓我見到英台一面 老爺下了命令 在大喜日治之前 任何人都不能見小姐 還快點走 你去哪兒? 小姐,算了吧,小姐 還可以和馬街帶有人家 我們怎麼比他還能鬥呢? 三伯,我很想念你 小姐,來吧,過來吃點東西 你已經有幾天沒吃東西了 駱皮擔心你的身子會捱不住 坐吧 我沒有胃口 駱皮知道你很想念梁公子 但是老爺已經拒絕了梁公子的提親 還將你和馬街公子的婚期定下來了 小姐 我不敢 迎台,為何世間良緣,沒多過節? 小姐 老爺,梁家書道士竟然剛剛看後門徘徊 他說梁家公子收信一方 要交給小姐你 山伯 迎台,為何世間良緣,沒多過節? 小姐,小姐,你去哪兒? 好 山伯… 山伯… 為什麼你會東東我 真正想跟著你去,山伯 我生的是你良家常 我死的是你良家貴 山伯… 三伯 三伯, 我真是很可憐 三伯, 跟著你去 英海 我掛了碟 幹什麼?不要 你幹什麼打我? 我是三伯 別哭了 你等我, 我跟著你去 我發了碟 三伯, 怎麼不見你? 剩下我一個 正如我拍死的那個是三伯? 日軍佔領香港以來殺傷無數 今天還有三十名志願軍 向日軍發動襲擊, 全數被擊斃 另外有人在羅洲發現四百具屍體 懷疑是被日軍虐待而死 為什麼要耍耍聲? 可能地下電台信號不好, 出了故障 羅伯圖, 攻佔我國家, 毀我家園 我們一定要報這個事 力魂學長, 我們一班女學生 一定會幫你的 我們隨時都準備為國家犧牲, 剷除敵人 這次志願軍行動失敗, 絕對不是意外 是有人向羅伯圖洩露機密 那這個是誰? 就是這個漢奸, 易先生 她是法律政府情報機關的主管 上頭懷疑她收買了組織的成員 套取行動機密 再洩露給日本人知道 所以組織打算拆劃, 一次暗殺行動 殺了這個走狗 我們應該怎麼對付她? 這個易先生深思神密, 行蹤神秘 的確是很難應付 不過, 她有一個最大的缺點 就是浩瑟 你想我們認識她? 你們有沒有信心? 我有 湯奶奶? 但是你和力魂學長… 國難當前, 我願意犧牲一切 你說得對 現在, 國難當前 我們應該要拋開兒女私情 這個任務就交給你去執行 洪忠, 我吃十三腰 又吃虎? 好厲害, 湯太太 住了洪忠, 你也餓得到嗎? 易太太更厲害, 上一局吃天虎 又輸給你了 老婆 老公 今天收氣怎麼樣? 挺好的 易先生… 你們好 老婆, 你是… 這位是湯太太 她是新官, 巡邪太太沒空 那我就請她過來打牌吧 易先生, 你好 湯太太, 你好 老公, 我煮下老婆湯了 我去看貨, 先幫我打住 好 真是一個絕色美人 為了國家, 為了打擺蘿蔔頭 我一定要征服這個男人 湯太太太, 你什麼時候搬來的? 一個月左右 為什麼好像沒見過你這樣? 我很少出門 是嗎? 我先去看貨, 幫我打擺蘿蔔頭 你應該想跟她打擺蘿蔔頭 我打擺蘿蔔頭 你iał餓嗎? 我打擺蘿蔔頭 你還要打擺蘿蔔頭 綜藝 一個這麼貴重的禮物 我怎麼會意識收? 戴著它 我就是綜藝, 見到你戴著它 謝謝 為什麼你要對我這麼好? 是嗎?就是今天? 這個男人對我真的很好 不過我不可以背叛國家 以下有一則特別新聞廣播 入… 你幹什麼? 我們先別管那麼多事 好好享受這一刻的事 好 日本天皇在今天中五十二時宣佈 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 羅伯扣投降 我們贏了, 我們終於贏了 國家堅持了這麼多年的戰力 終於和平了 但是Tonic還執行緊任務 我們是不是要通知他? 這個廣播全國都聽到 他一定收到消息, 梯定主導 太好了 我先去倒杯酒吧 對不起, 為了國家, 我只可以這樣做 易先生, 你怎麼會有槍的? 身為情報機關的主管 我有槍有什麼奇怪的 crime Witch 我問你, 你為什麼要殺我? 事到如今, 我也不怕坦白 我是地下組織的成員 我之所以接近你, 是想殺你 難道你一點都不喜歡我嗎? 答案 不要逼我 那你開槍 不要逼我 我叫你開槍 我叫你開槍 不要逼我 易先生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我第一次見你 我就看到你在杯子裡留下了純印 純印? 沒錯, 因為上樓社會的貴婦 是不會留下純印在杯子裡的 你這個特務實在太大意了 那為什麼你不認識我呢? 是因為我已經愛上了你 但是, 在郭秀家的面前 我們倆只能求活一個 我愛你 你怎麼會怎麼不認識我呢? 我愛你 我愛你 你愛你? 你愛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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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抱你 裙子, 幫我給我老婆 你別這麼唱課 不…你冷靜點, 要死命了… 要死命了 我死… 我的天 這麼小我又害死她了